Hello 大家好 我是JK 终于标题所说 我们要聊一位新进的影像玩家 iQOO iQOO最近几年的期间系列一直在走高性能手机路线 但在影像规格上和其他手机相比 一直都是有但不够看 而这一次iQOO 12系列的发布 大家看得出来 iQOO也要走高规格的影像路线了 俗称 茶楼不缺 电竞 影像 两手抓 那么iQOO 12是否准备好与其他影像强悍的手机竞争呢? 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看一看 这一次iQOO走入影像手机市场 我觉得它最大的优势就是这个长焦 这是iQOO第二次在产品上给到前望长焦 第一次用前望还要推到三年前的iQOO Pro 如今iQOO 12系列的前望长焦 触感器更大 玩法更丰富 出片率我觉得更好 这次iQOO 12做到了3-10倍的高清变焦 在白天场景你在这个变焦范围内 基本都能得到非常不错的照片 夜晚也可以利用这个焦段获得非常纯净的照片 和上一代相比不仅拍得更远 拍出来的效果也不是一个等级 iQOO 11内代的长焦能力有限 我们就不折磨它了 iQOO 12这个长焦不仅远射拍得好 在近射上也有着不错的表现 这一次iQOO也加入了长焦微距的阵营 长焦微距场景也有了不错的虚化能力 主体更突出 质感更好 支持最近15厘米的对焦距离 并且你也可以通过手动调整光圈以及焦点 来实现更多的虚化效果 那说到长焦近射 自然离不开一个场景 云像 这是他们的传统优势了 拍出来的效果就两个字 放心 当然拍人受限于条件 我们没有那么多模特 不过拍狗倒是蛮多的 大家可以欣赏一下 当然长焦的历史性升级还不够 这一次主摄也用上了iQOO 有史以来规格最高的1.3英寸主摄 在大幅提升激光量的同时 也提升了防抖效果 所以它的成像效果也是值得一看的 iQOO 12系列提供三种影像风格可选 鲜明 质感 与自然 给了用户多样的色彩选择 其次在夜间场景 依靠优秀的硬件以及发露算法 iQOO 12的手指成像相当的稳 夜晚照片的成片率也更高 在夜景纯净度上相比上一代有了很大的进步 大家可以通过照片来感受一下 总之主摄得益于软件的进步 在成像稳定性上不用太担心了 作为电竞体验强悍的手机品牌 转向影像菜道后 它的成果已经可以和同家围手机摆摆手挖了 看看背部这个大模组 各位一定要相信它的实力 最后再来提一下iQOO 12系列多焦段共享的一些特性 首先是夜景成像 三个镜头在夜晚拍摄中 都能保持和主摄相近的成像效果 iQOO也准备了一个手持星空模式 只要打开相机选择夜景模式 点开上面的月亮就能进入手持星空模式 实际拍摄中 你只要端纹手机 就可以激活最高10秒的夜景成像 使用效果大家看一看 这一次iQOO在12系列上 也着重介绍了运动抓拍的新特性 然后你向右滑的话 你会发现这里有一个抓拍模式 进入这个抓拍模式 它有这个一二三倍可以选 然后在这个模式下 其实画质是不会下降的 然后在左上角 你也可以点开这个动态照片的模式 这个时候你拍一张照片 然后你会发现它也会记录一段时间 其实和苹果的逻辑是比较类似的 以上就是iQOO 12系列在影像上的一些亮点 iQOO 12系列的影像能力相比以往的iQOO手机 肯定是拍的更全面 拍更好看 也有了一些有趣的功能来进行点缀 可以说改变了我对高性能手机拍照一般的看法 如果大家对iQOO 12系列的拍照感兴趣 可以去线下多感受感受 是否能够让大家转变想法 也许你拿到手拍几张就知道了 OK 本期视频的主要留言就这么多 如果你喜欢本期视频的话 请点赞评论和转发 我是JK 我们下期视频见 祝货好运 拜拜